健康意识的抬头 许多人会利用下班时间到健身房释放疲劳锻炼身心 而一间位于在巷弄内的健身房 是全彰化规模最大的健身中心 提供在地人运动的环境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然后已经有养成运动的习惯 那我回来彰化的时候 然后发现其实彰化这部分是没有健身房 所以也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然后像有一个运动的环境 当时这边的人也是都没有什么运动的风气 所以我就希望说能把这个风气也一起带起来 白佑成过去因身形的关系 在美国求学时遭受旁人的霸凌骚扰 毅然决然地踏上健身这条路 扭转人生 让身心都有全新的改变 而回到彰化创业 进而推广健康运动观念与服务 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我以前体重重的时候 基本上是从来不喜欢拍照 也不喜欢被拍 那就是有运动之后 然后会开始追求自己的身材之后 就会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们课程的话大概有分为两大类 一个就是一对一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团体课的部分 那一对一的话它是比较就是私人教练 然后团课的话有小班制的团课 跟免费团课是大班的 然后课程上面有蛮多种的 像例如说现在很康的空中瑜伽 然后TS 还有我们有母艺瑜伽 蛮特别的 我来集资健身 我觉得来这边上团课的份 我觉得很快乐 然后老师上课的方式也是蛮活脱的 所以我愿意就是想要一直来上 以前我会害怕上飞轮 是我怕会伤膝盖 可是今天上下我觉得说 好像没有想象中之前就是这么的不舒服 我会选择来集资健身是因为 我觉得它的环境蛮大的 然后免费的团课也很多 所以我只要在我空闲时间 除了上团课之外 我也可以自己来这边运动 我有上有氧瑜伽TX跟飞轮 因为我想要有多方尝试 因为它团课的种类其实蛮多的 那就可以尝试 也可以看看 就是去认识不同班上的同学们这样 像我们教练的话 是一张国际性的四人教练 执照是一定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其他功能性的辅助的证照 那我们这边最低要求是一个教练 最少要有四张国际证照以上 然后再可以开始教课 除此之外 健身中心也会不定期举办体能活动 向大家推广运动的精神 策进人们对运动的热忱与信心 提供更多油画的健身体系 大家只要是对于运动 有运动的人 他其实都会追踪一些自己喜欢的网红 那这一对福奇呢 他也是在网络上上小有名气的 然后他们也是很热爱运动健身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请他来带给可以更深入消费者 让他们可以了解说 运动原来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还有饮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教他们 我希望集市健身是可以带给别人比较多亲切的感觉 不会像城市那些的健身房会比较商业化 集市健身其实在这间开幕之前还有一间一管 那我是希望说如果说这边的人运动风气起来的话 那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想要再追求自我进步的话 我会想要把那个一管 小间的那间变成专属的一对一的教室 不管是追求健美或是体态的雕塑 最重要还是为了身体的健康 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让运动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